- 散戶變大互跨出財富自由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Sandy小老師 歡迎回到散戶進化論 全球現在都在提倡綠能 那太陽能族群從去年底大漲了一段之後 卻馬上又休息了一陣子 不過到了最近三月中旬的時候 突然又漲勢燃起 這樣的新族群不是是未來的新趨勢嗎 為什麼還是這樣長長跌跌起起伏伏不定呢 太陽能族群到底應該怎麼買 怎麼選要怎麼操作 今天就在節目中來告訴大家了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 不要忘記先幫我們訂閱按讚 還要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趕快來歡迎王伯了 歡迎王伯 王伯好 Sandy好 同學們大家好 王伯小檔案 王建文 王伯 北大氣管系博士候選人 北大國際財務金融碩士 非凡 忠森 三立 邀訪明師 大學講師 證券分析師 期貨分析師 信託比財規劃 產業結構分析 法人籌碼分析 公司營收分析 王伯 老師 我們在去年11月底的時候 不是有錄一集這個綠能的嗎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去跟大家說 綠能比較像是做夢行情 對 還是要回過頭來跟大家去看說 公司的營運啊 然後獲利有沒有成長 再決定說現在不知道怎麼走 對 不過他中間又熄火了一陣子 然後最近又重新衝高 那現在的太陽能跟當時的太陽能 是一樣的狀況嗎 好的 我想這個主題啦 那個太陽能啦 那個也是什麼 也是在我的那個9.8裡面 非常多人想要問 想知道 這個禮拜 我跟你講這禮拜問最多是什麼 問最多的就是洪家軍 洪海 我們那時候在講洪海的時候 100 105嘛 那結果衝高 128了 已經拉到快130了 然後這個禮拜問最多是什麼 太陽能啦 太陽能 所以我就跟Sandy兩個在那邊聊 說那洪海對不對 很多的那個同學們 可能看到洪海 那有低階 這一段也都漲上來 那其實同學們比較在意的 本來在意是因為去年有一些 套在太陽能 套在高檔 對 然後現在 疊了一段之後 很難看的嘛 想說 這個還有沒有機會 政策加持 這已經有漲上來了 那就有同學們在問 問說 是不是要賣了 或者說這裡可不可以買 大家就怕跟上次一樣又被討 對 所以我們這一集 我們等一下就 好好的跟同學們 大家分享一下說 面對這樣的一個族群 應該怎麼操作 當然還是希望 希望那個 大家看散戶進化論 可以一起成長一起進步嘛對不對 最重要要賺錢 其實最近很多都講那個 我們之前講的什麼股票 什麼股票 漲上去 什麼股票 什麼散戶 什麼股票 或者什麼股票 那個提醒大家不要追了壓回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像Sandy講 一起成長 然後快快樂的 在資金行情還沒有結束之前 趕快幫自己能夠什麼 多賺點錢 多賺點錢 才是大家最想要的啊 對對對 所以王博 我就想要問了一個問題 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太陽能衝高 是因為台灣最近缺電缺水 他們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啊 其實好 這個就是最近的新聞了 我們把它放大給同學們看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日本喔 日本那個日經就說 台積電 現在全世界 就關心台灣關係台積電 缺工缺水缺電有隱憂啦 那當然缺工的話 我們就想辦法 但是缺水缺電 可能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要拜託老天爺 對對拜託老天爺 我們大家去拜拜 保備喔 然後聯發科 也出來講話 聯發科 去年我們也在低檔的時候 跟大家追蹤過 他說 其實 他認為台灣的金援 代工 這個相關的廠商 台積電聯電 他們認為是說 其實 能夠去做一個因應 以目前來說 但是他很怕 很怕缺水缺電 因為缺水缺電的話 可能影響到 他們本身的公司的運作 還有 所謂晶圓代工 可能會影響 其實我覺得我蠻佩服 那個台積電 台積電它有一個水循環系統 對 再生 再生 達90% 他一滴水 可以用3.5次到4次 可是如果到現在 一直還是缺水狀況 是不是他們總有一天 還是會用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政策就很重要 我們一起努力 就像我跟Sandy一樣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 很好一起努力 然後呢 我們的政策 政府在執行上 也能夠更加把勁 讓台灣能夠真的 在科技主權 科技強權的一個表現下 讓我們能夠更強大 好 那當然確定我們就要看新能源政策 那我們就幫大家複習一下 下一頁裡面 這是什麼 這是現在的新能源政策 新能源政策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2025非核家園 對對對 對其實 是一個目標 一個目標 希望可以達到 可是現在來看 是不是好像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點 然後311才剛過 那個福島那個核災 其實大家都很怕 所以其實 非核家園是個共識 但是你要能夠馬上到非核家園 然後用所謂的那個 捷徑能源乾淨能源100%去取代 可能沒有那麼快 所以就一步一步來 我們這張放大給同學們看就知道 非核家園有幾個做法 一個是太陽光電 一個是風力發電 那太陽光電跟風力發電 股票市場裡面就有相關的概念股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講太陽光電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跟同學們分享一下風力發電 其實這個族群就有機會 有機會 在相關政策的加持 再加上它的一個營運 如果真的好上來的話 那股價如果還沒有動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 那另外包含像 包含像所謂 大家一起節能啊 那包含像所謂智慧儲能 不要讓電給浪費掉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綠能要創新 那個綠能產業要不斷的發展 最後就是所謂系統整 那目標是太陽能 在2025的時候要20GW GW是10億瓦 所以那個單位是10億瓦 那風電要5.7 10億瓦 那時事用電大戶條款 就希望大家能夠多用一些綠能 所以像我們如果 那個不用電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用電 那能夠大家能夠怎麼樣 能夠節能 然後盡量用節電能源 強化配電阻能系統 這個政府已經撥錢下去了 已經有經費了是不是 對 開始改善 所以你看到其實 台灣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不斷的在調整 因為總不能說 現在已經到了那個 已經2021年了 對啊 已經到了那個航空母艦 然後那個上太空了 你還在用那個所謂弓箭 然後用那個刀在那邊 就有一段落差 買虎啦 買虎啦 大家要加油啦 然後另外就是加速綠能產業發展 除了政府這邊的政策之外 其實你看嘛 蘋果Google 就是支持IE100 如果不曉得IE100是什麼 就可以去看我們上次 上次那一集 對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碳中和 然後這些大廠希望怎麼樣 希望相關的供應鏈都能夠什麼 都能夠達到百分之百的 使用綠能 對 使用綠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大家一起努力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太陽光點 也是同學們在Nine裡面 那個留言問最多的 詢問度最高的 之一 另外一個就是 紅海 紅海 紅海集團 紅海集團都上去了 那因為是創高嘛 創高就是賺多賺三 那這個有牽扯到一些之前去年套牢的問題 太陽光點其實目前的規劃是地面 地面要14GW 10億瓦 然後屋頂那個6GW 那這個就有一個方向出來了 方向出來了 因為如果我們在推動太陽光點的話 就想說 是不是太陽能鋪票都會起 應該會會上漲 對 就是有的漲比較多的漲比較長 對 所以你看嘛 那個其實Sandy也要提醒大家說 其實我們做股票的時候真的是選股 選股就是說 我們從政策題材方面找到機會 那所以我們這種地面 地面當然就是那種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地面就是那個蓋那個什麼 比方說那個一塊地 然後蓋那個電廠 太陽能電廠 農地變那個 對 變電廠 變料 但是這個有時候會牽扯到 一些自然生態的關係 當然不要去影響到 那另外一種是 以前談很久 以前談很久 但是因為技術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慢慢的成熟上了 就是那個屋頂太陽能 屋頂太陽能 其實我看一下那個美國的政策 包含像拜登 也希望能夠透過屋頂太陽能 能夠什麼 能夠盡量用一些所謂的捷徑能源 那這是我們目前發展的方向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全球都是這樣 那我們就看台灣有哪些受惠的廠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茂迪啦 茂迪是台灣最大的太陽能廠 對 太陽電池廠 其實去年啊 去年其實 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好多同學們在問茂迪 茂迪是套在前波糕點 那茂迪那邊有一個減肢 減肢啦 其實茂迪去年有一件事 很多法人都很意外 是不是 他突然公佈說他轉虧為已 然後所有的法人在那邊算半天都說 哪有可能轉虧為已 怎麼算都不對啊 怎麼說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那個原來茂迪就出來講 是用減之後 減之後去做計算 那 好啊 沒關係啦 那由此可見一般嘛 由此可見一般就是說 那公司的企圖心是夠的 那所以去年我們有說 這一段是所謂的做夢行情嘛 因為我們有一個 2025非和家園 那漲上來之後 那時候我們就提醒 那個同學們 提醒觀眾 那你可以去看那一集 他說其實那時候新聞非常的多 每個人都跟你講 那個太陽能多好多好 未來要怎麼樣 那時候我們就提醒大家 做夢的行情是第一階段 那第一階段結束之後 你就不要再去做過度的投入嘛 然後我們說會回檔 回測季限好 那真的你看喔 如果我們把這張字卡放大的話 你有沒有發覺前波高點 剛好就是出大量的地方 對不對 前波高點出大量的地方 然後人家就有一些 比較二職的那個阻力 就把股票利用所謂新聞利多 然後就把股票賣給大家 然後很多人就套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一波這樣 跌下來跌下來 然後最近怎麼樣 最近開始有法輪回來買 所以最近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了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說 到底公司營收有沒有成長 到底公司有沒有獲利 我覺得這個必須相當注意啦 因為最近我們看一些訊息進來是什麼 是訂單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訂單沒有問題 所以接下來你要注意就是說 它透過減資改善它的財務結構之後 那現在需求回升啊 那我們就看它的營收啊 它的營收如果成長上來 然後獲利數字跟上來 那我覺得我覺得至少 至少今年是有機會 因為那個明年的事很難講 因為太陽能不可能只做台灣的生意 不可能啊 現在是全球都在提供 對那如果你說你要組成國家隊去做其他國家的生意 可能會遇到紅色供應鏈或其他國家的競爭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台灣單靠內需的話 單靠內需的話 今年是還有機會 那所以我們就提醒同學們就說 好那接下來你要注意營收啊 注意營收之後你就注意它的那個獲利啊 你要去計算它的合理本益品 那股價上操作 因為它已經從什麼 從那個低檔慢慢上來法輪買 那同學們在這邊要不要追 嗯...要... 要...要...要嘛... 因為你說前面已經是做夢行情了 然後進到第二階段了 那個時候好像不改追 現在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改追了 好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 很多同學們在問啊 其實已經到了前波高點了 到了前波高點 股價一旦到前波高點甚至要過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新聞 對就像現在 你會看到很多利多 那你看到很多新聞很多利多 如果又看到法輪奶買不上去 那可能又是前... 那個所謂部分的主力在... 那個中石庫主力在下面有買 上來利用消息又做... 又做一個出脫的動作 所以現在不要買 所以 這檔股票你要操作 你就要注意啦 要注意說 短線上當然已經到前波高點 如果你是套牢 甚至你低檔有買的話 你上來接近前波高點 你應該先做調節 應該先賣 應該先... 先賣 先獲利 對 然後因為它的短均是慢慢的往上嘛 然後中長天期的均線 現在還沒有做明顯的往上 那個趨勢啦 中長天期的均線 還沒有做一個明顯的往上之前 那我覺得 我覺得你如果是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 最好呢 最好是說 它是不是說 幾檔之後 然後稍微回測一下 然後你去觀察它的那個... 法人的動作 再去做操作 那基本上啦 因為低檔如果你沒有買 這邊不要追 甚至你要特別留意 一旦又是那個... 那個所謂的放煙火 所謂的那個消息非常多的時候 股價供不上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提防 像去年在高點的時候一樣 因為現在大部分除了題材之外 它會更重視基本面 會計算它的營收 計算它的那個獲利嘛 所以這個提醒同學們 那如果押回來啦 然後比方說回測短均 那個十日均、二十日均 這邊穩住的話 我覺得你要接再接 今年是有機會 今年是有機會 就是大家要注意 要小心不要重蹈輻射 就是短線上 短線上你就盡量不要被人家修理 那你可以參考很多啊 比方說如果你習慣用MACD 喜歡用KD 或者說所謂的布林通道 你都可以去用 但重點是你要用得順 那以後有機會 我跟身體會開課 我們會教你怎麼賺 怎麼做 這比較重要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檔 好 援金這一檔 援金這一檔 這檔狀況跟茂迪有什麼不一樣 欸我跟你講這一檔 其實去年的大標股之一 大標股之一 那你有沒有發覺 這檔股票其實也到去年的高點附近 對 去年的高點附近 那我要提醒同學們 就是我的看法還是一樣維持 因為你看喔 其實茂迪也好的一個 茂迪的營收獲利也好 其實它目前做出來的數字都不錯 可是我們看那個援金 你可以發覺說去年閒餐季 還是沒有賺錢嘛 它是付的 然後營收雖然有上來 但是你可以發覺說 這檔股票怎麼樣 表現是比茂迪強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內資本土資金的 那個所謂的活絡 這檔股票比較喜歡操作 這檔股票的意願是比較高的 這檔股票比較活潑 對 所以普通會比較大 那當然我要提醒同學們就是說 當然法人的交易很重要 因為有政策加持 再加上說 今年至少有內需建置 太陽能建置的行情 所以在操作上就是這種 中線至少今年的趨勢 是有機會往上的過程 短線上不要被修理 所以你也可以到前波高點的時候 你可以先停看聽一下 先賣 那如果說真的在這邊 前波高點這邊稍微穩住之後 然後法人的買盤 他沒有停還繼續 然後股價維持一個強勢的整體型態 甚至還要再往上 到時候你要再買就可以了 而且比較保守 對 意思就是跟我們爬樓梯一樣 爬樓梯你知道嗎 往上爬 我像你都坐電梯 爬樓梯一樣 我們就一站一站就在做 那原金有什麼利多 因為它公司是遠雄集團 遠雄集團在家裡 所以 然後它可以整合集團資源 不管是我們剛才講的 所謂住宅型的太陽能 或者是所謂的蓋電廠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優勢債 優勢債 那麼太陽能的半導體 它的產業鏈 如果說分成上中下游 我們又有哪小主意 好 那這個一樣 其實做我們的同學們 看我們的散戶進化論就很清楚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隨便拿個東西就跟大家隨便亂講 而是說你要去了解 這個產業在幹嘛 這個產業怎麼發展 這個產業上中下游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透過上中下游的關係裡面 你去看到一些小細節 魔鬼常在細節你嘛 對這是我們最需要知道的 我跟你講你不要看Sandy 他自己每天都笑得開開心心的 什麼意思 對 因為他笑得開開心 其實他那個私底下在做功課都很認真的 對不對 就跟王伯一起成長 對 我們要一起成長 很認真 然後當賺到錢之後你就會容光換髮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這樣 那個自信就會出來了 自信就出來了 當然最怕被坑殺 好 那這是放大給同學們看 你就可以發覺說其實上游材料 然後中游是電池模組 下游就是系統跟電廠 那我們剛才講過圓金嘛 圓金剛好上中下游都有 然後茂迪的話 其實你看它主要是在中游部分 其實茂迪本身也有切入下游蓋電廠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產業如果你了解之後 我們來幫大家再追蹤另外一檔股票 哪一檔呢 好 這檔股票老店新開 老店新開啦 那之前我講老店新開是紅海 那紅海當然大漲一段啦 那創高了嘛 那大同其實 那個我才跟Sandy在那個 在對稿的時候 那個可能Sandy的年紀比較那個 不會 可是我看到他 我就會想到後面就要接一個 一個電氣家具 對對對 大同電鍋 大同大同伯伯好嘛對不對 好懷念喔 好懷念我們老人家才知道 那個你們現在年輕的 那個同學們像Sandy 你們都是用比較好的3C產品 在股票市場操作也就用比較好的那個 比較一些新的個股 設備技術觀念 其實公司經營如果他能夠有新的設備技術觀念 我覺得也是有轉機 好 你們不要只要以為那個大同做電鍋啊 因為大同其實你知道像 我們剛才講那個屋頂太陽能 那大同我去看了一下的記錄說 他有做那個太陽能暗場 什麼是太陽能暗場 比方說那個污水處理場 比方說公墓 然後拿去蓋那個太陽能暗場 然後拿去蓋那個太陽能暗場 對 沒阿寶嘛 沒阿寶啦 沒阿寶嘛 也叫阿寶 對不對 那個他就去在內做那個一個一個專案的暗場 超過850座 因為他可以結合他公司的資源嘛 電力資源 系統的資源 然後他本身呢 他本身又有一些所謂儲能的設備在開發 另外就是說其實大家對大同以前的印象是比較不是很好 因為之前的經營階層可能有一些相關的 在經營的方向上可能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跟我們投資人或是市場有一些落差 那現在新的經營階層進去了 新的經營階層就是包含像王光祥 包含像盧明光 那這兩位都是台灣不是一般的人物 特別盧明光是中美金集團的創辦人 所以如果說這兩個大人物這兩個強強聯手要把資源灌給大同 其實大同是很有機會啦 所以甚至盧明光董事長有講 他希望那個大同的營收能夠衝到千億以上 那大同的土地資產在全台灣是超過45萬坪 價值上千億啦 那如果開發更不得了 那另外就是說他搶供那個所謂智慧能源 我剛才有講過嘛 除了建置太陽的暗場之外 然後包含像所謂儲能啊 然後他也有那個所謂電動車 馬雜的開發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去留意 大家就可以多多留意對不對 所以今天同學們就應該是更了解了 這個太陽能主角現在應該要怎麼操作 現階段衝高的這個太陽能 它跟去年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面對的這個心態也要做調整 那麼現在最主要衝高的原因就是因為政策力多啊 加上這個題材發揮 就導致說整體的太陽能視況就回升上升了 那因此呢這個廠商呢他接單就大爆棚 所以說這個股價也就像現在一樣火熱熱 那麼今天有提到的個股 大家也不妨可以多多參考多多注意一下囉 好的那如果你對今天的節目 還有任何的問題想要問的話 那就趕快加入王博的 萊爾展示小組GOD988 你有任何的問題王博都會回覆你的喔 好的那我們就再次謝謝王博 謝謝王博 謝謝Sandy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